作词 李宗盛 如此伤心 我有我的手心 感受你的手心 像一个美好的 故事未婉待续 少主 查得如何 根据目前线索来看 智慧宝中未有异常 还是二段家好聪明和他那几个兄弟 我觉得 事情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此药名为魂归丸 中了酒消散后 每服用一粒 便可延长一日寿命 谢谢 不过只有这么一瓶 你现在 无需刺杀黄芙衣了 真的 你可别高兴得太早 虽然你不用刺杀他了 但是你得让黄芙衣 爱上你 等你完成任务 我便会给你解药 这帮傻却 怎么想一出是一出 合着 全部雷丁到我了是吧 土包子 嘀嘀咕咕什么呢 别走啊 我有好事 你能有什么好事 我 要大发慈悲地改造你 好歹你也是我品貌非凡 精彩风衣 一波云天 玉树临风的皇甫兄 贴身腰 怎么样也得给他提供点 情绪价值 小屁孩一边玩去 我忙着呢 哎 别不是好歹啊 我是看我皇甫兄 不计女色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随便愿意留个你 才愿意教你去找他 虽然 也不知道他看上去什么了 少主为何不计女色 这个事情 说来就复杂了 不如我一边教你 一边告诉你这事 如何 谢谢啊 不用啊 你会后悔的 去 先是二当家 现在又来了个大当家 他们一会儿让我杀了皇甫义 一会儿又让皇甫义爱上我 到底是为什么呀 哎呀 不管了 保命要紧 可是我怎么觉得 让皇甫义爱上我 比让我杀了他更难呢 这个怎么办 你难道不知道府里的规矩吗 少主 什么情况 芮月姑娘 你可真有 敢在皇甫府 穿红色 怎么了 因为曾经有人 穿着红衣上吊自杀 活活致希尔王 舌头都伸出来了 眼珠子眼爆了 原来致希尔王这么可怕 我必须尽快完成任务吧 吧 和我仔细助理 你得见不见啊 他去将阿姨 不见不见了 我没想见了 走 他去哪里 骂了 你很可怕 赌赌赌 浮如灯海长流水 少比南山 不老怂 是不是真的呀 那来吧 姐姐的心肝小宝贝 黄浮一 你这是我的 浮如灯海 少比南山 看来老天爷在暗示我 黄浮一就是我的续命法宝 少主 这么晚了 还忙着呢 浮如东海 树比南山 小狗 你换绿的试试 换回去 换回去 还是红的好 下死本少爷了也不出声 那个 你昨天说的事 还作数吗 干嘛 要说不是 你要立刻 太俏了 想要在一段感情中 让另一半对你上头 你得先变成猫啊 猫 然后再变成老虎 老虎 最后你就变成了可怜的小狗狗娃娃 这分别代表着 西 崇拜 贬爱 我懂了 黄副医 接招吧 所以说 你是想买下四寒化塘的宅子 没错 洛某打算定居于虎都 思虑再三 想着与其租赁 倒不如买下来 对了 洛白先生并非虎都人吧 我出生于龟城 来虎都 是为了寻找一个很重要的人 世人皆爱美 必须要在他面前展现你的美 记住 要区别于 要区别于平时的固有印象 像猫一样神秘多变 才会带来 惊喜 展现我的美 展现我的美 少主大人 中文字幕——YK 听愿闪闪一盏灯不见鬼人 心若生了索困与围城 造花浓人相爱却要离分 莫非是那宿命偏偏要 不能及 莫非只能断了这分期 纵然有万点潮汐 万般的温馨 轻微是一节 那欲绝尽碎裂 就是心底了情 可如今 却有所一刻珍惜 这一夜何时梦在相见 或是再也不见 无论是否挂念 无论是否 神尚 伍晓 神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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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